眼光也是越来越高 所以工作的问题一直都是大家头痛的问题 找到好的工作才会有好的生活 这是一份来源于西伯利亚的工作 这份工作被大家称为挖尸者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都会不寒而栗了吧 不过他们所挖的并不是人的尸体 而是曾经生活在我们地球上 最大的哺乳动物猛马象的骇骨和象牙 我们都知道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土壤都是冻土 这里的环境也非常的恶劣 所以工作难度也是非常的大 在这里一不小心就会丢掉性命 可能就永远都被埋在这些冻土中 所以这份工作只有在夏天的时候才能正常的开展 尽管十分的危险 但是这些猛马象的象牙价格非常的高 有时候薪水都可以达到上千万 虽说对很多人的用户很大 但是很多人却只是敢想却不敢去 别说这样的工作了 现在对于穷疯了的甜甜来说 很酥皮甜甜都愿意 好了视频的最后玩个小游戏 西红柿炒鸡蛋 是先炒西红柿还是先炒蛋呢 欢迎留言评论互动哦 本素材料